之前我们聊过 现场记录到的虎精对蓝精的捕杀 那么当虎精遇到另一位海洋中的顶级猎手 大白沙时又会发生些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白沙的数据 在大白沙中是存在性二态性的 雌性通常会比雄性大 最大的雌性大白沙可以长到6.1米 估计重约1.9吨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 大白沙都长不到这么大 雄性大白沙的平均长度为3.4到4米 而雌性为4.6到4.9米 这个数据还不及雌性虎精的5到7米 就更不要说雄性的6到8米 现实情况也是如此 在2017年之前 科学家们就在南非的海岸线上 发现了死掉的大白沙的尸体 他们的肝脏被扯了出来 根据媒体的报道 自2015年以来 两头虎精港口和右旋 经常会出现在南非的海岸 这里以前是大白沙的领地 他们会在这里聚集捕食海豹群 南非的干死败 更是凭借着这些优势 成为了近距离观赏大白沙的度假圣地 在2008年到2011年期间 平均每天有9条鲨鱼被发现 但是当这两头虎精来到之后 大白沙出现的频率就开始骤降 缺少肝脏的鲨鱼尸体 也开始出现在海岸上 这很明显是虎精的手笔 但是直观的证据 人们一直没能拍到 直到今年 直升机和无人机的飞行员们 才第一次拍摄下了 古精古沙大白沙的过程 结果发表在了10月3日的生态学杂志上 这场猎杀发生在5月16日的 14时36分 一开始发现了5头虎精 其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右旋 无人机跟踪了他们约30分钟 最后因为内存和电池的原因 被迫放弃了 最开始5头虎精是在一起的 然后右旋和另一条虎精开始向东 游到了500米开外的哈腾博斯河口 这是一个鲨鱼经常出没的场所 完成猎杀的是另外3头虎精 3号4号还有5号 其中的两头虎精缓慢地靠近鲨鱼 但是鲨鱼并没有逃跑 而是靠近虎精让他们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 这一招是个通用的招式 海豹和海龟就是这么躲避鲨鱼的 遗憾的是它对于虎精是没有用的 因为虎精是成群不列的 根本就盯不住 就在3号4号虎精骚扰的同时 5号从水下出现 并利用自己的汇 将一条3米长的大白鲨从副侧推到了表面 同时把鲨鱼滚到了右侧 最后当第5只虎精将鲨鱼带到水面时 鲨鱼似乎已经死了 它的白色下腹部是清晰可见的 这第5条虎精咬入了鲨鱼的凶蚁区域 最后沉入到了水中 同样在5月16号的14点到15点 莫塞尔湾上飞行的一位直升机飞行员 也观测到了两条大白鲨被虎精杀死 但是它没能拍下来 只是通过手机捕捉到了一系列的图像和短视频 两个不同的虎精紧跟着一条 身长比虎精略小的大型大白鲨 这条大白鲨也同样采用了回避的行为 但是结局是相同的 虎精从他们身上咬下了一大片自由漂浮的肝脏 整个鲨鱼的肝脏和虎精的脑袋差不多大 在这些猎杀发生之后 大白鲨们就迅速离开了该区域 并且至少逃离了7个星期 人们看到了大白鲨从多个方向逃离 一些大白鲨甚至游到了不到两米深的极浅水中 这些证据都表明 虎精的存在对大白鲨的生存产生了重大的威慑 它们是有足够的能力去猎杀大白鲨的 更麻烦的是 这几次猎杀还说明了 至少在南非地区 捕杀大白鲨的虎精超过了之前确定的两种 这促使大白鲨开始放弃以前的主要栖息地 捕杀大白鲨的文化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虎精中传播 这必将对大白鲨的种群与分布 产生深远的影响